咱们今天一起来看一个一体化的总线音色激励插件 叫做T-REX-1 大家好,我是Alex 这个插件我也不知道应该叫激励也好 还是叫母带处理或者总线处理也好 它是一个一体化的这么一个 它叫Mastering Processor 就是母带处理器 功能还是很全面的 而且这个界面看上去特别好看 我特别喜欢这种颜色 这里面功能其实还是很多的 首先第一个我们就从左边开始看 它有一个频段的调整 Air是高频 Focus是中频 Focus你基本上可以认为是人声的那个部分 Body的话就是中低频 我在用的时候我发现这个Body的这个频段 往往会减一些的时候会让声音更清晰一些 增加的话会让整个低频的部分更厚 然后我们跳到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Bass Punch 这Bass Punch是类似于一个低切加低切的Resonance Cut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会帮你去减少一些低频的那种臃肿感 但是它同时会突出那种低频的紧张程度 那这个Push呢实际上它是一个类似于压缩的那个过程 它是一个稍微软一点那种压缩的过程 Volume的话更像是一个线浮器或者是一个Clipping Clipper的那种感觉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这个红字呢都有这个Gain Reduction的表 基本上是一个压缩一个线幅的感觉 然后Transient呢就是它的顺态控制 音头的控制 增加或者减少你的这个顺态 我感觉它更像是一个内部的启动时间和释放时间的这么一个控制 你往左边转的话呢 它的音头会稍微的抓住多一些 往右边的话音头会出来一些 Analog呢这个实际上就是Harmonic Distortion 如果你往右边一直推的话呢 它会给你增加一些饱和的程度 所以我们一起来试一试 咱们呢一会儿先试一下Air 注意听人生中品的部分 这个基本就是人生特别重要的频段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非常宽的 低频的提升 好 压缩的部分 放在这个地方吧 然后咱们试试这个Volume 你会发现你在推这个地方的时候 慢慢你开始听到一些过载的感觉 那个时候你其实是可以把这个Transient稍微的降下来一些 因为这基本上跟线幅是一样的 你的Transient太多了的话 经常被削下来的话 你就是听到那个声音会比较硬一些 接下来呢我们来试一试这个Analog 这个你不一定能听得出来 这是非常非常微妙的一个变化 放到零 注意听听声音的密度 慢慢开始多了一点那种麻麻的那种感觉 这个在很密集的地方的时候 我一般不太会多去用 因为我那个时候的Saturation已经很多了 所以在轻一些的音乐的时候 你可以多去用一些 最后我们在浩门这个部分 我们听一听这个Wiz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它这个Wiz 你要注意的一点是 它的控制范围其实挺小的 正负5都不会给你的声音带来巨大的影响 你推Wiz的时候注意 尤其像这类型的歌 推的时候记得把Focus稍微的推一点 因为这样的话你的人声会稍微的突出一些 比如说如果我不动的话是这样 这样的话让你人声补解了一些 所以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 我一般的时候会先去把Poose和Volume 这两个东西调好了以后 再去调频段 因为你会发现你先调频段以后 你慢慢推进去很多东西 你还要再重新回来调 当然了你可以自己去尝试 看看哪个方式更适合你 所以这个就是T-Rex的One 这一体化的一个母带 或者是激励的这么一个处理的插件 使用起来还是相当的直观 而且声音很不错 有点类似于BX的Mastering Desk 也基本上是给你的总线处理 做最后的这种调整 有机会的话可以试一试 好吧 那咱们今天就先聊到这 感谢大家支持 不要忘了订阅频道 咱们下次再见 好好学习 听听听上场 拜拜